美國的恐懼 自由女神不再自由 盤點川普三十四項罪狀 還有四年要走 全球媒體的震驚 擔憂 表露無遺 但政治外交終究得回歸現實面 畢竟伸手不打 笑臉人 日本首相還沒見面 先稱讚川普很友善 隔壁南韓也搶頭香祝賀 畢竟雙方還有保護費 沒解決 要如何協商 亞洲還在觀望 但歐洲似乎已經有了結論 不停被川普以金錢威脅 北約和歐盟態度見趨強硬 同時北約秘書長軟硬堅施 向川普喊話必須繼續支持烏克蘭 因為外界擔憂川普調停戰爭的方法 就是切斷對烏克蘭的援助 逼迫和平談判 美國一抽手恐怕產生骨牌效應 專家分析川普喜歡讓其他國家猜不透他內心想法 藉此彰顯手中權力 狂人總統還沒正式回歸 撂下的狠話 讓歐亞政壇搶先震盪 三立新聞 商報道 主席